大家好 又到了我们分享 我来个人阅读创世纪的一些个体会的时间 我很高兴 我去年 我今年上半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那应该是我算是欧欣力学写出来的一本书吧 有的人买过 我自己其实是非常重视的一本书的 叫弄华人的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这个词其实是蛮让人费劲的 什么叫基本问题呢 所以我这会儿我想问大家 你觉得什么是华人的基本问题呢 为什么还有华人的基本问题呢 难道还有这个英国人的基本问题 美国人的基本问题吗 既然是基本的问题 美国人是英国人是法国人是德国人是非洲人是中国人也是 难道为什么所有的基本问题人的基本问题不都是一样的吗 是吧 我们之前也说过无数次 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是吧 话也这么说的 中国之上还有世界在 世界之上还有人类在 人类之上还有什么 还有上帝在 是吧 所以基本问题应该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是华人的基本问题呢 那是因为卷入了大量的华人世界的传统的思想的资源的变形 所以叫做什么 姑且称之为华人的基本问题 其实是思考的是人类的基本问题 对吧 你看人家欧洲人当年比如约翰诺克他们写出他就不叫做英国人的这个什么什么理解论 他叫做人类理解论 是吧 刘顿也是这么写的啊 或者人类的理智论 你说康德写三大批判他说叫做什么 这个纯粹理性批判 他没有加一个德国人的纯粹理性批判 没有写这样的话吗 是不是 所以呢我们中国人的确是有一点点特色的啊 这个特色在于什么呢 在于我们过晚的太晚太晚的才意识到人类社会每一个人事实上都生活在上帝的话语的启示的光芒之下 但是我们实在是太晚才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其实是很看重我这本书的啊 我现在不是在卖这个仓皇人物志吗 仓皇人物志在我的所有的著作里面也就占了10%的这个分数吧 但是呢迄今为止 弄华人的基本问题要占个30%的版数 我很很很很很看重这本书 为什么上来我要讲我这本书呢 不是卖书啊 里面想买也可以啊 我先做一广告无耻的广告 因为有一个中国的小朋友 他看了我的华人的基本问题以后呢 他看的是电子版 华人的基本问题呢是简体字 他把它一个一个的把它搞成这个繁体字 完了以后呢保留了所有的注释 做成了一本特别特别特别漂亮的电子书 所以如果有台湾的朋友想看这本书 我现在有繁体字的书 我可以给你呢给我写邮件啊 我的这个邮件 那节目的下方有我的邮件地址 如果你对凡体字的弄华人的基本问题有兴趣 也请给我写邮件好吧 但是我为什么突然要讲这么大一通弄 我们的基本问题这本书呢 是因为今天的圣经 创世纪的分享刚好就来到了这样的一个段落 我们今天主要就讲人类的基本问题是什么 挺有意思啊 要讲这个话呢 要讲这个主题呢 我们现在要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最后一句话 还没讲呢 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慢 既不要过度解释 也不要呢 认为有的话不重要 你认为有的话不重要是因为你没有进入圣经的沉思 你一笔带过 你眼睛一溜就过去了 说明你读圣经读得不认真 圣经的每一句话都不要放过 要仔细思考 每一个句子都不能错过 所以上次我们讲过 人类社会我们这些个人有话语权 有管理权 有命名权 是不是 讲得我诗情话语 讲得我热血沸腾 讲得我这个凌空虚道 讲得我这个感觉到自己美丽不可翻误 拥有与生俱来的自由和权利 对吧 我还讲过 人类社会第一首伟大的爱情诗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你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女人 我的妻子 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人类社会最伟大的爱情诗 最后还有一句话没讲呢 第二章第25节 当时夫妻二人吃生露体 并不羞耻 这句话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这是一个情景呈现 这是一个我们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的前提条件 就是在那个时候 夫妻之间他是不穿衣服的 那你今天的人 你都是无法想象这样的途径 夫妻之间在外边走来走去 居然不穿衣服 吃生裸体 而且说了 并不感觉到有任何的羞耻 说那个时候羞耻是个什么东西啊 请问 羞耻 西方社会认为羞耻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人类的一个道德观 是吧 道德观的嘛 是吧 所以中国人是骂一个人 就是你不知羞耻 是吧 所以我们看见有今天的现代女性 如果你穿的过于暴露 你会用不知羞耻这样的话 伤风败俗这样的话 去批评他 对吧 我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王阳明的故事 王阳明中国的大儒啊 说家里来了个小偷 家人把他绑在这个房梁上面审判他 审问他 说你怎么能好好的一个人 你做小偷呢 是不是 王阳明是老师嘛 是吧 然后就开始对他进去启蒙 搞得他说了说了 这个小偷被绑着嘛 都睡着了 他说你怎么油言不敬呢 你不知道羞耻吗 你不知道良知吗 这是一个良知这个词 突然就把这个小偷给惊醒了 然后就顺眼熏松的 就问王老师 请问王老师 什么是良知啊 然后王老师就气不大一处来 冲上去把他的裤子给扒下来了 就露出了他的下体 然后这个小偷激忙就是在捆绑之中 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伸直气 然后王阳明老师就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你看 这就是良知啊 你看到没有 羞耻感 遮羞 是人类的良知 我们以前写文章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 我们老师告诉我的啊 说人类为什么要穿衣服呢 一个是为了保短 第二个是为了什么呀 是为了遮羞 这是内部文明的基本的象征 可是这个地方他告诉你啊 当时亚当夏娃二人吃生露体 并不觉得羞耻 那你跟我说你怎么解释吧 所以我说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呢 圣经就是让你在最不应该提出问题的地方 提出问题 而且问的是关于人类自己的行为方式 为什么亚当夏娃是人类的始祖 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羞耻呢 中国人就基本上就会用什么呢 用一堆的 那个时候原始嘛 没有进化嘛 可没说是原始 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以后不要用原始社会 这样的词来去分析人 人从被上帝创造出来的那一瞬间 就拥有上帝 吹尽的生命的气息 就拥有激荡的灵魂 就拥有伟大的生命权 伟大的言论自由的权 伟大的管理权 伟大的命名权 人是上帝所创造了一根会说话的芦苇 一根会思考的芦苇 人类从来不存在什么原始社会 什么山顶动人之类的 这些个愚蠢的说法 咱一定要记录 所以看来我刚才提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今天的我们的道德观是说 人要知道羞耻 一个不知道羞耻的说明他没有良知 那疑似于说一个知道羞耻的就有良知 那我就知道羞耻 我告诉你 我的有一个远方的姑姑 她很喜欢我 我都很大了 我都二十多岁了 她看见我就高兴 然后她就给我讲了一故事 说我小时候光屁股跑的时候 我可以自己光屁股跑 我可以自己就跑 穿着个开装裤跑 但是不能把我的裤子脱下来 一脱下来我就 人就趴在地上就不起来了 就趴地上的目的是掩饰住我的那个 不应该被人看见的某一个地方 是不是 然后我的姑姑就说 这个小孩以后有出息的 因为他有羞耻感 你看我们人类的道德观是这样子 有羞耻感是好事情 但是在圣经的叙事里面 当时的亚当夏娃 那是最自由的时代 那是上帝与他们同在的时代 那是上帝跟他们 直接可以说话的时代 是不是 但是呢 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穿衣服 他并不觉得不穿衣服 有什么羞耻不羞耻的 跟我们今天完全不一样 你把这个话记住了 然后我们就进入创世纪的第三章 然后就进入我们的今天的主题 什么叫人类的基本问题 然后我们把它念一念 夜话上帝所造的 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 蛇对女人说 上帝岂是真说 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女人对蛇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上帝曾说 你们不可吃 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是吧 蛇对女人说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上帝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 眼睛就明亮了 他们你们变入上帝能知道上恶 就就就讲到这个地方 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知善知恶 这是人类的基本问题 但是我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现代的观点往往有的时候是有问题的 上帝说的很清楚 我们之前说过是吧 上帝说园中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唯有园中间的那个那一个分别上恶的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人类的行为 人类吃的行为是有边界的 那个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 这构成了人类的思考的边界 行为的边界 理性的边界 心灵的边界 也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 所以这会你知道了吗 什么叫基本问题 基本问题就是关于善与恶的问题 就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 所以你会看到人类在上帝把人类创造出来以后 本来他是不知道善与恶的 一个人穿衣服 不穿衣服 两个人不穿衣服 男的女的他不觉得羞耻 这就不知道善与恶嘛 是不是 不知道善与恶是因为善与恶的终极的判断权力 在上帝手上不在人的手上 你人对善与恶的任何的判断都是一种错误 都是一种犯罪 都是一种行为的乖章 都是在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上出现的巨大的错误 他是怎么出错的呢 是蛇诱惑他 蛇诱惑他 说这个 蛇诱惑他 这句话 这一段话我还要讲蛇的智慧 那是下一期节目的任务 所以这期我就讲 说这个 你们不一定死 因为上帝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 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上恶 就这句话 就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你我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啊 不能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是一样的 就我们老是认为自己我们知道上恶 这时候有一个隐蔽的一个思维方式 一个观念秩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如同上帝一样知道上恶 就是当你判断上恶的时候 或者说当你按照人类的有限的理性来判断上恶的时候 事实上你已经在取代了上帝 你已经把自己推到了上帝的位置 而我们都知道任何人类社会的任何的人道主义的灾难 不管是发生在一个人的范围之内 还是发生在整个人类的范围之内 还是发生在一个国家的范围之内 所有的灾难都是人试图去取代上帝 毛泽东成为一个红太阳 无所不在的一个万岁一般的上帝一样的存在 中国是进入最黑暗的时代 真的 这个道理很简单 习近平为什么把中国搞得这么糟糕 最根本的原因是两个 第一他认为自己是一尊 一尊就是偶像崇拜嘛 就是取代上帝的行为嘛 所以细胞子一定会反基督教 一定会反基督教 一定会迫害基督教 一定会迫害王仪牧师 一定会迫害我们的弟兄姐妹 一定会烧教堂 一定会拆十字架 一定会烧毁圣经 一定会传改圣经 一定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个地方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下一期我们再讲 蛇他知道什么 他的智慧是什么 这句话特别重要 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上我 所以关于善与恶的问题 是一个亘古不变的问题 人类社会的基本问题 就是关于善与恶的判断 所以我在我的弄基本问题的 弄华人的基本问题 这个书里面 在最后一章 我用了大概两万多次 来讲这个东西 我就是用了这一段 圣经的经文 去反复的去一层一层的 去包去辨析 试图提出 我们中国人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错了 你想想中国人在什么地方错了 是不是 孔子上来就告诉你 你怎么就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呢 你怎么就能够像上帝一样 分辨上恶呢 我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希望这句话对你 对我都有所冲击 能够带我们进入真正的思想世界 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真正的 认识我们自己的这么一个 庞博的这么一个伟大的女城 谢谢